如面 今天呢我们 这个不能叫见面 只能叫如面 如同见面 不管是见面还是如面 虚异空间中见面 对虚面 虚面 今天呢这个场面我就想起 因为这个 秦老师现在还在港中大 做教授我就想起 港中大深圳学校的校长 许阳生院士 他有一句话他经常讲一句话说 人这一生啊 必须有几次了不起的相遇 那我觉得对我们许多人来讲 今天我们能够在 线上和秦老师 和新老师见面 也是了不起的相遇 我也是第一次主持 视频对谈 现在有点还有点手足不错 不知道该怎么弄 好在今天主角是 主角是您二位 您二位不仅是 著名的学者 而且也都是好老师 都是特别尊重 三尺讲台的好老师 所以说你们下笔 纵横百合 开口也是口若贤和 所以说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给你们二位 对谈根本不需要主持人 我今天的这个任务 就是把开场锣鼓敲响 然后就半个小板凳 跟大家一起听二位讲课 今天是2020年11月19日 历史上的今天 发生过一件大事 这个我一说 这个二位老师都知道 就是191863年11月19号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在发表著名的 哥迪斯堡演说 就是1863年的今天 那么今年的今天 我觉得最大的事情 目前对我而言 就是我们几个人 和大家一起聊天 很好 这是很大的事 这个我们一起如面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呢 就是我们秦辉老师的这本书 王契岸然 宋元明 陕西史 按照这个套路 主持人要介绍一下 这个二位的履历 我觉得完全不必要 这个关于这个两位老师的履历 学习成果 专注 我觉得我根本用不着我来意义介绍 要不这个现场的各位 万一有不知道的 就去摆渡 我相信今天 慕名前来的 都已经非常了解两位老师了 那这本书呢 这个严格来讲呢 是新出版的书 但也不算是一本新书 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 秦辉老师参加 14卷本的陕西通史的撰写 那么他写了这部通史中的 宋元卷 宋元卷和明代卷 这个还有清初的 烫青运动啊 明清文化史啊 这个专题 那么这本王契岸然呢 就是把当年陕西通史中 各卷 这个秦老师自己的文字 把它收在一起 重新出版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本书呢 一个是说来历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谈论这本书呢 实际上是一个 双重回望 那第一重回望就是 我们要通过这本书 回望一个 回望一个并不辉煌的陕西 不是周秦汉唐的陕西 而是宋元明清的陕西 这一段我们很少关注 如果我们从国史的角度讲 一到宋元明清这一代 讲陕西的部分就很少了 一般要到这个慈禧 逃亡西安 或者讲西安事变的时候 才会陕西 才会 西安才会重新出现 那么这本 那是我们要回望这段历史 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 秦汉老师是1982年起 就开始任教陕西师大 而这个我们新的佣老师 是1981年起 就去陕西读硕士 然后读博士当老师 你们俩分别是 1992年和1994年离开西安 所以说你们俩 你们俩在陕西 有十年多的生活交集 你们俩在大学 应该是认识的吧 当然认识了 当然认识了 而且我觉得应该 德永兄也参加过这个 陕西同史的写作吧 因为虽然好像 那个就每一卷的作者没有 不过 德永兄是不是那个 当时那个史先生呢 他们写的时候 你们也参与过这个 历史地理啊 或者 先听证一下的胡先生的 胡侠兄弟介绍 我八十年春天到西安去的 没有八十年 八十年大学没毕业 八十年八十年到西安去的 所以跟秦桐兄 基本上重叠 完全重叠 在西安的时间的 第二个呢 秦桐兄刚才讲的这个书呢 我没有参加 当时我快离开西安 那时候开始做的好像是 还有一点 一会儿下面会谈到 我稍微有一点想法 对这个 这种体力 主要是当时我快离开了 就是历史地理 只是其中一部分嘛 时间用不着我参与 就没有参加 好 您接着讲 好 那就是我们第二重回望 就是我们要借由这本书 借由今天的两位的对话 我们也可以重新回望一下 西安岁月 所以说今天是双重回望 那么我们这个双重回望之旅呢 就现在就正式开始 这个我相信这一路上 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对话 有很多让我们感觉惊喜的风景 那么首先我们要谈谈这本书 我们要请教秦桐老师 这一本书 这是您八十年代的学术成果 这个你本人多次讲过 说一九九零年之后啊 您的思想 学术领域 知学方法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三四十年之后 您再看这本书 看自己的这几篇老文字 忽然又变成了一本新书 拿到这本书 你不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吗 你怎么向你的老 向你的学生和朋友 介绍一下这本书 现在请你谈谈这本书 好 请请老师 好 其实老师说 我在 我也一直没有想到这本书会 以这样一种方式再重新读版 其实刚才你说是八十年代 应该这本书还是在九十年代写的 虽然陕西同时 这个编委会实际上在八十年代末 就已经成立了 而且那个 这三位前辈吧 郭琪 史念海和 和那个 和张启志先生 他们在八九年以前 已经开过编委会 而且好像也已经初步商讨过 这个 一些人选了 一些什么 但是真正写作应该还是在九十年代 那么九十年代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是一个 一个就是 有人说叫文化热 有人说叫 新启蒙 有人说叫什么什么 总而言之 那个时代是一个 那个 风气比较开放 大家读书的热情也很高的 那么一个时代 那么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也非常之多 但是在 其实在九十年代 我其实没有卷入什么 这个 德永兄也知道了 我在 学校里头不算是个活跃的人 那个时候 得风气之先的好像 能不到我们这些 我们都还是 被人认为是带于一些 钱家 特征的那种人 当时我主要是做那个 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 而且主要关注的 那个年代也是 也是明清 尤其是 明末清初 这一段 所以 当初 让我写的时候 我当时是 说我可以写明清卷 明清卷 我当时认为的明清卷是不包括近代的 因为按照我们 过去的体力 那个 那个 近代和 和明清 是完全是两回事 那个所谓的清就指到鸦片战争 但是 我记得是张启志先生说 他说我们就不搞这个了 说是 到底近代 是怎么一回事 也比较难说 他说我们干脆就按照 那个朝代来分卷 那么 明清就算是一卷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那个 搞近代史的两位老师就 就就就就写清代 那么我就写明代 那么后来 当然清初这一段 和那个明清文化这一段 后来也因为 也是由我来写 这个原因我也已经在书中 前面的那个序中讲了 对 但是当时 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就是没有 没有合适的人来写 宋元 我们系 其实是有一位搞 宋死的老师 但他当时是 生病 所以后来也是 这几位先生说 就是 说是宋元 是不是有 也由我来选 因为他们认为 我原来是搞 专死的 不是搞断代 死的 那么既然是 专死的嘛 好像是各个朝代 都好像是有些 接触 所以他就 就等于是 这个宋元 整本都让 都让我写了 于是就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真正直笔的时候 应该是 已经是到了90年代了 这本书在 大概在 我到北京了以后 陕西方面 还曾经把我又借回去 大概 一个月 在做了那个 完稿的工作 所以正式交稿 应该是在94年 97年出版 但是我 写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过了 你刚才讲的 对我冲击很大的 那件事了 所以 我已经是想 在历史 在历史著述中 要表达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尤其是 对中国社会变革 对中国历史演进 第一些想法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也已经 写完了 我的第一本书 就是那个 《田园诗语狂想曲》 这本书本来是应该 在89年出版的 但是后来因故 就拖到了96年 但是这本书 实际上是 我在89年 当时就已经写了 那么 在这本书里头 其实那本书叫做 可能您 知道那本 《田园诗语狂想曲》 的副标题 就是那个 就是关于 关中社会的 关中模式 对 就是那个 关中模式和 前近代社会的 再认识 那么这个里头 其实包含了 我在80年代 因为 德永雄 大概也知道 当时陕师大 组织过青年教师 到各县去搞面寿 那么 韩寿的面寿 我在 做那个面寿期间 跑过关中的 十几个县 也跑过关中的 很多档案馆 去查那个 图改的材料 那么 然后就写了 这么一本书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反正我对 这个以往 对这个传统社会的 一些描述 就是有了一些 不同的看法 那么就写了 这么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 写出来以后 一些文章 其实在这个 出书之前 已经在 中国经济史研究 之类的刊物 也登了好几篇 那么当时 就有人问过 说是你讲的 这个明清之计 你讲的这个 明清乃至民国的 这个关中模式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它在以前有什么 就是有一个什么 演变过程 那么 我其实也想过 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 中国的这套 这套体制的眼睛 其实最早从秦开始 就是和打仗有关的 那么在陕西 后来又进一步发展 当然也和宋元时期 那个 战争环境下的社会 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有必要 也有些想法吧 所以我也就 接受了这么个任务 那么就在写作的过程中 虽然我这本书是 97年出版 94年交稿的 但是我写作的时候 已经是在 那个 写观中模式的那本书 已经写完了以后写的 而且在这两年中 在这几年中 我其实又有了一些变化 主要的变化就是 我在写观中模式的时候 经常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中法共同体 那个时候我把 压抑个性 压抑个人的 那些传统因素 都整个忽然的打包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嘛 80年代那个 就是传盘批判传统的那种 那种潮流也比较盛行 是吧 包括家族啊 王朝啊什么什么 基本上都是绑在一块的 而且中国还有一个说法 叫做家国一体嘛 但是我在 但是我在90年代 就是写完 观中模式这本书以后啊 我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因为我 我一开始是对 那个东南沿海的宗族 做了一些研究 我觉得东南沿海的宗族 并不像很多人讲的那样 是从那个 那个中国传统以来 就甚至好像是从孔孟以来 就一直延续到近代的 其实那些地方 早年是没有什么强大的宗族的 后来出现宗族 都是清明清以后 甚至主要是清以后的事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 不是一般的宗族观念 不是一般的那个 血缘伦理 而是指的那种功能性的宗族组 有很强大的池塘 有很多的竹庙工产 有修家谱 反正是这种功能性很强的这种宗族组织 其实起源很晚 而在北方地区 绝大部分地区 包括陕西华北 在一直到近代 一直到土改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竹庙工产 那个池塘这个东西也很少 当时我曾经看过 那个陈忠实先生写的那个 白鹿园 白鹿园当然是一部描述 关中的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 但是我觉得他对 关中社会什么白家 鹿家两大家族如何如何的 这种描述 可能是有一点是从那个 我们以往对那个传统社会的 那个家族的那些 一些定论中推演出来的 因为照我的看法 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发达的 这个东西 而且一直到 一直到明清时代 也没有出现像那个东南远海那种 那种性质的家族 那么在这个秦以后 其实朝廷也要打击这种东西 所以在秦制非常强的时代 反而这些东西是成长不起来的 那么于是我后来 就有了这个所谓的大共同体 小共同体这一类的说法 那么在我这本书里头 就已经和田园诗语狂想曲里头的 那个已经有了一些区别 就是我认为 关中是一个中族不太发达 租电子也不太发达的 这么样一个地方 那么这种现象其实是 那个我认为是宋元明 就已经开始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在这方面 它跟东南远海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那么所以这本书啊 我觉得后来有些朋友建议 我把它抽出来 单独出版 可能也是因为 他们觉得我这本书除了作为多卷本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 集体著作这种体力中的一种 就是 一部分以外 还有包含了我自己的一些 个性的想法吧 再加上因为我的这些想法分布在几卷中 好像一般的人也不容易把握 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去年 那个陕西史学界 有一批朋友 就是有不少人也原来参加过陕西通史的 他们觉得已经过去20年了 应该另外组织编一部陕西通史 当然他们也请了我去参加 而且就表示这本过去的陕西通史 也不会再版了 不会再重印了 那么以后 以后再次出版的是另外一部陕西通史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朋友就说 那你原来写的那东西其实还是有价值 所以我也就觉得这个也的确是一个 一个建议 比较好的建议 再加上有出版的 编辑的 他们那些朋友的帮忙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 那么我这里要讲 作为陕西史 其实照我看来 宋元明清这个时候 倒是真的是陕西 作为一个地方史的描述对象 比较典型的时期 因为这周情汉堂时代 虽然陕西好像是很精彩 但是陕西的那个事 在这个时期在陕西发生的事 好像跟 整个中国发生的事 好像不容易分开 因为周情汉堂那个时代 陕西就是首都嘛 是吧 在首都发生的事 基本上都和传国有关 很难说 那个有多少地方史的特征 但是宋元明清 陕西不是首都了 那么陕西的历史 大家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熟悉 在这一段的历史 那么作为地方史 向大家介绍 我觉得倒是 倒是应该的 可是在这本书的写作中 我又不是完全把它 当作地方史来写的 因为我一直想把陕西 这个陕西这个历史的演变 当作中国历史演变的 一个缩影 当时有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在 中国本来有很辉煌的 古代文明 但是明清以后就落后了 或者至少是在 那个按照以前所谓的长期停滞 说现在虽然已经很少 有这么讲了 但是那个我认为 现在有一种 把清朝拉得特别高的 那样一种局势 其实我也是不同意的 那么总而言之吧 当时我们还是认为 中国本身有一个 从先进变落后的时期 而陕西又在中国 也有这么一个时期 是吧 就是周庆汉堂 可以说很辉煌 那么到了后来就 就 就不太行 那么我觉得啊 就是也许从描写 陕西中也可以看得出 中国历史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投影 就是研究陕西 为什么王岐岸然 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对研究中国 为什么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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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古代史的后半段 是吧 或者说那个明清时期 为什么就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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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我也是从 这个方面来 来描述的 而且后来我还有一个 很怪诞的想法 就是我在这本书中 描写的陕西和东南远海的 一些不同 包括在那个 在田园市与狂想曲中 是吧 比如说那个 租电关系 种族关系都不发达 但是整个社会 军事化程度很高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非常严厉 导致这个活力比较差 什么等等等等 什么 那么这些事 其实到了 后来的历史发展中 好像 总有一个 我总有个感觉 好像是那个 我原来描述的 观众的特点 到了晚近时代 其实 反而已经取代了 东南远海的 我刚才讲的那种特点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 那个 那个 传国范围的一个 一个事 是吧 比如说 不管是中族 还是 租电 在晚近时代 都是被 冲击得很厉害的 而且基本上被认为是 那个 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源的 是吧 那么这个 中国落后 如果这个中国落后的根源 是这 是这 这两种东西 那么陕西 恰恰应该是最先进的 因为这两种东西 在陕西 是 是最少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的因果关系 真的是 值得很好的分析 是吧 所以这个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些 想法 那么今天看起来 其实还的确是有 再生思的必要 不过话又说回来 毕竟这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东西 所以 有些提法 有些思考 是吧 这个 其实我今天已经是完全 不一样了 比如说 我对这个 皇权时代 就是我现在经常讲的 所谓的情志 一直是持一种 非常 批评的立场 这个大概和现在的一些 人也有些不同 但是我已经不太 把它叫做封建社会了 而且我觉得的确是 所谓的情志 他有一些问题 是我们以前 指责封建社会的时候 没有注意的 所以就是 我们老是想通过反封建 取得现代化的进步 结果 把封建的尾巴 搁得很短很短了 以后 我们的情志的那东西 反而膨胀起来了 这个 包括我刚才讲的 像那个所谓的反家族 这个事 这个 德勇兄应该很清楚 这个 商鞅就是搞得很厉害的 民有二男 不分义者 被欺负 像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这个东西 就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 那早在秦始皇时代 中国就应该是 所以我觉得 就这些问题 进行一些思考 还是有必要的 那么 里头的一些提法 里头的一些 就是 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吧 也是北大的几位老师 那个 那个 言不客兄 他们 也就这个 跟我做了 做了一个 做了一起节目 他们也提出了一些 最近 几十年来 一些新的一些看法 包括观众的民族问题 包括关于那个观众的穆斯林化问题 这一类的 我觉得 这的确是 这个二十多年来回过头去看 这本书 如果说有可取之处 也有一些过时的地方 但是作为我们那一代人的心路旅程 是吧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本身作为一个学术史 或者思想史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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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案例吧 是吧 就是 还是 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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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下的 思考的必要 这个 但是这个也是 期待着大家的批评和指证了 我就讲到这里吧 好 谢谢 谢谢秦老师 告诉两位老师 我们刚刚开始才二十多分钟 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听众 已经迅速的从一万爬到七万多 他们告诉我 现在赵鼎心老师也在看直播 好 那刚才这个秦老师把这本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而且我也觉得特别佩服秦老师一种坦荡的学术情怀 他里面说到 有些提法他现在已经不那么提了 有一些观点他现在已经改变了 但是作为学术文献 作为历史 他还是让他保留原来的样子 那么这本书 秦老师 秦老师一定也看过了 秦老师一直很谦虚 对这个 上这个节目 秦老师说 我是来听课的 我崇拜这个秦辉老师 我就不讲了 那我把这个想法也给一些朋友说 他们说不行 秦人神一定要讲 所以说呢 现在呢就想听听 秦天永老师对这本书的观感 下面我们请秦老师 好吧 那我就大自胆讲两句 原来我在这里呢 第一 我虽然以前跟秦辉先生是住在一个院子里 但是他非常忙 我不敢打扰 每次看到他 他匆匆 也没有太注意到我 我远远的自己敬意 那这次有机会 从我面对面见着了 感觉非常亲切 你刚才要谈在陕西斯萨的交往 一会儿再谈 我没有什么态度的交往 我充满了敬意 而且有点敬畏 没有敢多跟秦辉先生多请教 今天感觉秦辉先生非常慈祥 我就心情稍微放松一点 那么原来是感觉之下 自觉的我在秦辉先生面前 我没什么可以谈的 这个紧张 然后刚才你报告七万对 那我有另外一种紧张 就日本电影那个银太郎的故事 银次郎的故事 银次郎有一集看那个火箭发射 日本的火箭经常失败的 那次火箭一发射 银次郎讲了一句话 我就想上厕所想撒尿 因为太紧张 我现在这个心情 我也不好意思离开镜头 非常紧张 书呢我大致拜读一遍 没有他认真看 不是没有他认真看 不能够很好的理解 因为秦辉先生关注的 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 比如刚才他特别强调的 宗族关系 租电关系等等 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根本问题 我做的都是一些 很小的技术性问题 说这些大的问题 我没有能力很深刻的理解 那么我现在来的 一个客代表的身份 所有七万人了 我自告奋勇给七万听众当客代表 那为老的问题提一点 希望秦辉先生能不能再展开 谈一谈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谈一下的 秦辉先生花费巨大精力 产生的观众模式问题 那么观众模式问题 我粗略的拜读呢 秦辉先生在这里这本书里 这本书里主要是从 北宋以后当地的军事化因素 抑制了土地兼并的欲望 然后促成了关东地区 没有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 我的理解可能很不全面 但是呢我就想能不能 秦辉先生进一步阐释一下的 下面有机会我还会谈一下的 这个书的体力有很多方面 限制了秦辉先生更好的发挥 更好的采出他的思想 秦辉先生最大的努力 从行政区画上讲了 宋代的陕西五路吧 宋代的陕西五路 然后开始特别元代行省的设置 元代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行省设置在陕西 这个地区的独特性 它单独的地理空间的特性 进一步凸显出来 明清陕西上都是独立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作为观众模式 或者观众现象 它本身第一个涉及到陕西这个区域之内 和陕北陕南两个区域的对比 第二个对全国范围之内的 观众模式的特殊性 我就想秦辉先生能不能稍微再补充 说明一下的 那么北宋我们可以理解 对下战争造成的军事化因素 对当地的土地兼并欲望的强烈的意志 那么到元代以后呢 这种军事化的因素至少淡化了很多 明清时期特别到了清代就更加淡化了 但是呢我读贤书的时候注意到 顾元武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在明末的时候北上 到了山东以后 结果他一肚皮看不上 非常愤怒 在山东是北方土地兼并比较剧烈的地区 到了山西他也不太适应 但他最好就看中观众了 最好想定居在化斩脚下终此一生 我还注意到偶然看一个邪书 明末的一个南明的 南明在云南那边 被俘虏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后人 当时的年龄只有十几岁 当做奴隶一样发辟到西北除军 后来自由了放回来 他是一个江浙一代人我记得 他也想在关东一带 就是跟秦辉研究这个关系 就关中模式 他的土地关系造成的人际关系 让这些人 对小农社会充满理想的这些读书人 充满了一种憧憬和向往 那么秦辉先生能不能再给大家 稍微踩试一下的 就是元代以后特别明清时期 秦先生重点研究这个时期 关中模式 他产生的基础 或者和其他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同 我没有认真拜读过秦先生的东西 刚才秦先生谈到了 在这个字写 你已经写成那个田园寺和华翔局了 对吧 那个里边更全面的采述了 但有些地方在这本书里 好像没有充分的集中 采释关中模式的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 好 秦老师要不要现在就回应一下 这个 秦老师的问题 不是问题 我是请提前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 好 不好意思 就是实际上 因为那个 如果要谈到那个土地的分配 因为我在 田园寺语广想曲的时候 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数据 是可以 是可以比较容易做那个 计量方面的分析 但是到了宋元 包括在明代吧 因为搞计量分析 因为那个土地侧集 这一类的东西就没有 所以很难 很难进行 那个定量的分析 那只有一些趋势和描述性的分析 那的确 就像那个 就像德永雄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 我们的感觉就是 这一个时期 好像 这个 陕西主要是官民之间的对立 特别紧张 尤其是这个 由于战争 由于集权 这些因素 那么 但是到了明代以后 正如 刚才德永雄讲的那样 那个 导师和 导师和那个 西夏 宋金 这一类的矛盾 导师没有了 但是陕西当时有另外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藩王的 那个 就是陕西封番封的是比较多的嘛 是吧 一开始就封了秦王 后来一直到明末最晚封的几个王 还有一个是在汉中封的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好像叫惠王吧 就就就 在那里 包括那个 包括现在已经不属于陕西的 那个甘肃部分 也封了平梁啊 什么这些地方 也都封了王的 那么这些王府啊 他对当时的土地关系 有非常大的影响 当然了 这里我要讲 那个王府的土地啊 以往人们把他们归入 所谓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这一点我觉得是 可能是有些偏差的 因为按照明代的规定 藩王在土 在他的封地上 所得到的那些东西 就所谓的子利盈 实际上是属于赋税性质的 但是又要比赋税要重得多 而且关键在于 后来到了明代的中叶以后啊 实际上动不动就说 封给他们 那个几万寝几万寝的土地 但是 全国的土地 也不过就是几百万寝 但是每一代的 那个 那个那个朝廷都要 每一代的皇帝都要封王 因为他 他都有一些子孙嘛 他都有一些兄弟嘛 是吧 明代的藩王不断地增加 每个都要封几万 哪有那么多土地呢 所以实际上后世的 这个封王 包括我们现在 把他当做土地兼兵 案例的什么 明末年 万历年间的什么福王啊 鹿王啊 什么这几个王 其实 顾成先生就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其实他就发现 所谓的封王 并不是 所谓的那个王庄 并不是说 真的给了他几万寝的土地 而是把几万寝的土地上的子利盈 搬到所有的民钱中去进行征收 讲的简单点就是 这个所谓的封王就是增加了赋税 说给你封了五万寝的土地 实际上是给你 实陕西人民增加了五万寝的土地税 这个土地税是按照现存的纳税地某 分摊下去的 所以总的来讲 不管是这个封王也好 不管是明代的很多做法 明代还有个做法 就是越负的地方 付税就越重 在传国来讲 那个书松田赋之重 那是害人听闻的 那么在明清 在明代来讲 那么关中的田赋重 也是害人听闻的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那你一般的那个持有土地的成本 非常之高 所以它是抑制了 那个土地的兼并人 但是这并没有使这个社会 就变得太平起来 因为你这种恒针暴恋 这种专制度 对社会底层的这种强力的约束 和无休止的那种榨取 实际上是使这个 虽然主电矛盾并不发达 但是官民矛盾是非常紧张的 以至于我们在明末 在圆末 在这时候都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民变 那么我本来是研究民不农民战争的 关于这个民变 以往老是在这两级跳来跳去 一下子说 这个民变都是起义 都是革命 所以史书中 所有的关于盗啊 贼啊 扣啊 我们一律都说那是农民起义 但是今天好像中国的这个正规的历史书写 好像又回到帝王本位 就大处都是讲皇帝如何好 是吧 那么好像那个 那个那个 这些民变都成了那个 好像又成了那个作乱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对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民变 那么这个民变 实际上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已经明确讲过 尤其是 尤其是康熙 是吧 他就讲过 他说 我如果 比如说康熙 他在平定台湾的时候 他就讲过 他说 我如果在台湾 亮田家父 以致民变 那么上天将会惩罚我 我是绝对不会干这些事 是吧 可见他非常清楚 所谓的民变 就是因为亮田家父 这一类的事情引起的 和土地兼并没什么关系的 是吧 我们还看到明代那个 比如说在那个 江苏的崇明 现在的上海郊区了 就是发生那个贫富之间的那个 那个冲突 就是那个 那个当地的官府还专门有一个说法 说这是贫富间的 那个 那个事 不是民变 也就是说在当地的官府看来 就是如果你是老百姓之间的贫富纠纷 而不涉及到反朝廷 那么他们就不认为这是民变的 是吧 所以 只反皇帝 即使是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他也是反贪官的 是吧 他也是反官府的 而且中国的皇帝 中国的官僚 大家知道中国的官僚不是贵族啊 也不是领主啊 中国的官僚就是朝廷命官嘛 是吧 那你反反官 即使是反贪官 实际上也是在反朝廷嘛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时的那个社会矛盾也好 当时那个什么也好 都是和当时的官民矛盾非常紧张有关 而在官民矛盾高度紧张的时期 其实那个 其实那个 那个 那个民间的一些 民间的一些那种自发性的组织 包括宗教社团啊 包括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 使民变比较容易发生的因素 所以朝廷也是要打压这种东西 这个 这也是使得这些东西 比较难以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些 我们以往都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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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 就是土地兼兵 那么在官中 这个土地兼兵是受抑制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官中的社会发展就不受阻碍呢 是吧 当然不是的 实际上我觉得他受阻碍的程度还比 比如说江南那样的地方更 更明显 是吧 而且在我这个书中提到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事变中 比如那个 万历年间的那个矿监碎史 是吧 矿监碎史就是 不是到下面横针 暴殓 而且是在岁外进行横针 皇帝绕过当地的行政机关 直接派出太监 到社会上去搜刮 他们搜刮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搜刮的理由居然就是说 他们去搜刮富人 那是在一间病 是吧 说他们那个像那个梁永 他们跑那个在万历年间跑到那个 跑到陕西 是吧 那个那个说是 他们到那里搜刮 是因为当地有些富人 不为国家做贡献 那个那个导致了那个 那个那个贫富分化 说他们要去 去去去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的那个地方官虽然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 而且领导了一场反矿间碎死的斗争 是吧 我这个书里头也专门提到 明代西安的反矿间碎死斗争 并没有什么市民的因素 我们传统的历史经常提到 明代那个江南一带的反矿间碎死斗争 好像是有些什么市民社会的因素 明代是没有的 明代陕西是没有的 明代陕西领导 驱逐矿间碎死的 这个像满朝建的这些人 是吧 他们本身都是 本身都是地方官 都是士大夫 是吧 从理论上讲 他们也认为 这个义奸并呢 什么什么都是 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 是吧 但是他说你这个以义奸并为理由 是吧 来进行那种 那种鱼肉北信 是吧 来进行那种对那个 比如说商人啊 对那些民间的 所谓的富户 是吧 进行敲诈勒索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就是严重的激化了 激化了当地的矛盾 他们是非常反对这个东西的 那么这些因素啊 我觉得都是使得 这个关中的官民矛盾变得 非常尖锐 但是民间的 我这里要特地讲 是民间的 是吧 比如你说那个秦王啊 代王啊 韩王啊 这些明代的藩王和老百姓的矛盾 当然是非常之严重 是吧 以至于他们在明末的明辩中 他们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 是吧 但是这些人就不是所谓 民间的富户了 这些人都是权贵嘛 是吧 这些人都是属于那种 那种那种 龙子龙孙之类的 是吧 那么我这里讲的是 民间的贫富分化并不严重 但是官民矛盾非常严重 是吧 那么这个 我觉得当然是和这个 中国的这个 专制体制的 这个这个这个做法是有关的 而在明代 为什么关中这个地方特别突出呢 其实我在关中博士这本书里头也已经讲了 我说清代的所谓的这几个特征呢 在陕北和陕南其实并不明显 但是在关中就特别明显 是吧 那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和我刚才讲的这个特征有关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越是富裕的地方 越是农业发达的地方 那么他的那个田粮负担就越重 是吧 那么田粮负担就越重 那么假如你没有特权 不能规避这个负担 你就没有兼并的能力 是吧 因为那个那个那个平民地主 他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嘛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传统时代的电农是不承担赋税的 是吧 那么有特权的那些人 什么什么韩王贵王 什么韩王秦王这一类的人 他也是不承担赋税的 是吧 承担赋税的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平民中的那些富户 是吧 那么在这样的政策下 那么当然这些人是是是是是 是受到压抑的了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一个基础 好 好 谢谢秦老师 啊 这个报告两位老师 现在 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的已经超过十万 对 秦老师已经成为十万的 同学的课代表了 好 啊 那你现在就轮着你向你的十万同学 也要讲一讲您自己啊 这个您是中国著名大城市的人啊 铁岭啊 这个怎么会怎么会 选择了去西安度过了十几年的这个求学岁月 啊 然后您的西安岁月 然后你一个你怎么看陕西的这个这个原宋宋原明清阶段 您觉得宋原明清的陕西史和全国史这中间 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们好像就不太关注这个宋原明清的陕西史这一块 那么就您在西安待了十几年的这个经历 那么您觉得宋原明清的陕西史和我们有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您也写过很多关于陕西的书啊 西安去呢82年去了以后就读硕士读了三年 毕业以后紧接着读了博士三年 然后呢留校工作了四年 整整十年呢在陕西度过的 这这块土地我充满了感情 就民风非常淳朴 这个就是和秦辉先生着力揭示的 观中模式或者观中现象是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的 就在这种观中模式下产生的观中社会 形成这样一种像我这种人对传统的社会比较向往的 那种淳朴的民风的喜爱和向往 生活感到非常惬意 但我具体的研究呢 我在西安工作期间和学习期间做的研究 主要是就是刚才秦辉先生提到的 就是在宋原明清以前 我是研究脏堂臭汉的那一阶段的 而且研究的东西呢都很微小 很具体 原来我本科是学理科的 就是这样匆匆忙忙走入历史行业 我自己缺的东西太多 需要补的课太多 就不停地在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中 连滚带爬的能够对付写一点东西 很功利性的写 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的把握和认识完全没有 我还是当课代表谈我的学习体会好一点 就是秦辉先生这部书让我感觉虽然读的很粗书 但是我感觉呢作为一个以现代的省区为单位 来追溯一个通史性的陕西这个区域的历史发展 我自己感觉非常非常敬佩秦辉先生 他能够在全国的大格局下来认识陕西的历史的特殊性 从一开始跟我的专业有关系的比如政区的设置 政区的设置和官制非常有密切关系 宋代这个政区跟宋代的路易级的官制 正好是变在中国政区设置史上 一个变化非常剧烈的时期 和唐代发生重大的变化 那我读的时候我对这些东西其实非常混乱的 像宋代的各个路的区别啥的 我都稀里糊涂的 读秦辉先生的书我的感觉 对官制这个制度方面的这种看起来很简单 一个城市化的东西 秦辉先生把它梳理的非常清楚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元代 元代西安的安息王府 他阐述的所谓审藩二人体制 那么秦辉先生非常清楚的把握到 就元代设立的陕西行省 是第一个中国的行省的建制 那么同时他有安息王府 安息王府的设行政的管辖 和陕西行省的管辖 他互相交出在一起非常复杂 有的时候王府的权利 甚至大国行政的权利 那么秦辉先生从全国的 特别他谈到就是安息王府里 模仿到元代的上都和大都的体制 然后设立的在陕西境内设立这些设置 我就感觉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能够把握大局的情况下 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指出的特色 让我以后感觉非常敬佩的 我就抱着学习的态度看 那么稍微我还当课代表 还有一点时间还要提问题 还要提问题谈什么呢 我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是最最陌生的 自都史的东西看一点还能懂 思想史是最最陌生的 秦辉先生在序论里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官学的问题 官中学术的问题 宋代的官学发展 秦辉先生提出宋代以后 官中的学术始终是近层珠而远入亡 是这样一个概括对吧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说的陆王呢不是元代 我这个理解不一定对 陆王不是元代以后的主流思想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理解的话呢 全国的主流思想应该是成诸 而不是陆王 官学代表着一种落后于主流文化的形态 他以成诸为自己的基本特色的发展 那么但是这里我读了以后感觉 有些东西可以再解惑一点谈一下的 就是所谓陆王 王学出现的很晚了 明代后期才出现的 那么陆和朱比较起来 就是陆向山的学问和朱西的学问比较起来 在南宋我感觉可能朱西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还是 从这个角度看呢 那么关中的进层诸 未必是一个思想观念上落后的一个体现 那么元代以后呢 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的强化吧 科举制度变成绝对以朱子的学术为最大的核心了 那我们考虑到世俗功利的观点看 科举制度的影响 使社会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必然是朱子的学术 这个学术一直持续到齐辉先生讲的 就明末清初的这些三个大的思想家 三个大的思想家里面最有代表性的 他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 就是对清代前家学术后来发展 起到巨大影响的顾元五的学术 我自己完全不懂思想文化学术 但我自己读顾元五的东西 我感觉他的思想方法更接近朱西 虽然他以反朱西的面貌出现 但他的实际的 至少在学术研究的方式上 完全是朱西的路径 如果我这样理解 有一段道理的话 就是反过来我们还要看 关中的学术 以关系为代表的近成诸而远入亡 就怎样体现他的全国思想 使发展中的地位 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理解的魅力 我理解的魅力啊 秦桧先生签里亮点 好 秦老师继续请 其实因为我在序言里头也已经写了 这个陕西通史它专门有个思想史卷 所以关于什么官学啊 什么官学的源流啊什么 基本上都在那一卷中描述 我们在那个在分工的时候 这个明清文化这一章是不讲思想史的 但是所以我其实在这本书里头 也没有多少系统的论述 实际上我也一直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总是感觉啊 我们以往讲的这个官学 它更多的是一个 关中这个地方的 这个学术的一个地域性的描述 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官学的 第一个代表就是张宰了 但是张宰的那一套学问 包括契义原论啊 包括什么什么 其实在后来的陕西学者中 并没有多少传承 张宰的思想后来 被传承的比较多的 反而是像南方的 像王夫之这样的一些人 官中后来就没有多少人 传承这个东西 反而是就像刚才 那个 就像刚才德永兄讲的那样 就是成诸的东西是比较多 所以 从张宰到后来官学的那些代表人物 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脉络 我觉得 好像除了官学这个名词以外 好像我都没有看到有什么太 太明显的东西 那么至于这个 陕西的这个明清以后的这个 明清以后的这个世风 所谓的远成诸 远路王 那个跟随成诸 这个事情呢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路王我们 这个陆九渊我们姑且不去谈他 王学在明代后期的 在明代的发展呢 我觉得的确是和 当时人们的一种感觉有关 就是 这个 当时人们 把 当时这个 不管是道统也好 不管是这个 政治气氛也好 把人属负的太死了 那么 人们有一种要舒张自己的 个性的一种感觉 于是就有了什么六金祝我 什么 什么人街可以为尧顺 什么北新日用街是礼 这样的东西 这个传统上 对 朱熹和陆王在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中 给他们这两派 一派 分别扣了一顶帽子 这个帽子 当然现在看起来 就 肯定是不准确的 但是这个帽子本身也很有意思 是吧 说那个 说那个 成珠学派 说成珠是客观维新主义 说那个 陆王是 主观维新主义 其实如果我们把维新主义 这样的这个词 抛开 抛开不管 其实无非就是说这两种学派 他分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两种弊病 是吧 成珠就认为当时社会 当时这个社会太不讲规矩了 是吧 也就是说 人们都违背了那个道统 是吧 就是那个任意胡来 是吧 就是为所欲为任意胡来 是吧 于是他们就要弘扬道统 要把这些人给 要用道统来束缚这些人 是吧 而这个陆王 这里我要讲 王阳明这一点还不太明确 但是王学的后人中 这一点被做了很多的发挥 是吧 他们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 当时的社会必定在于 人们被束缚的太厉害了 是吧 于是需要有一种张扬的 是吧 就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 就是有一种 弘扬主观能动性的那样一种感觉 是吧 就是强调个人的体悟 强调不必去 不必去看那么多的书 是吧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刚才德勇兄讲的那个顾炎武很反对的 认为那个王学是空书之学 是吧 就是主张自由发挥 主张那个我住六经 主张那个 这些东西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 他们就是强调的 那个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要被属服的那么死 其实我觉得 我们从今天看起来 倒不必像八十年代那种 反传统的那种 比较肤浅的那种说法 就是把他们 那个说的一无四处 是吧 我倒觉得无论是承诸 还是鹿王 当然我这里讲的 其实主要是王了 是吧 其实他们都看到了当时社会的 很大的弊病 而他们各自看到了这个弊病的 一个特面 是吧 简单点就是 承诸这一派认为 这个社会 就是很多人为所欲为 就是没有一点约束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 胡作非为的很多 是吧 他们要想办法 用那个道筒 去约束这些人 那么这个王阳明呢 恰恰相反 就是王学的那一支呢 恰恰相反 很多人认为 人们被属服的太厉害了 其实你真正分析 这两种弊病有没有呢 的确是有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当时那个 皇上 当时的皇权 的确是为所欲为 的确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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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 胡作非为的东西很多 是吧 那么 宋代当然算是比较好 但是到了明代就更 更突出了嘛 是吧 所以那个 明代的世代夫 那么反感 那个 像那个万历皇帝 做的那些事情 是有 是有关系的 而反过来讲 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种秩序 当时的这种专制统治 也的确是给一般的老百姓 造成了太多的属服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 一般的老百姓 太不自由 而那些当权的人 尤其是 尤其是皇上 又太过自由 所谓太过自由 就是 可以为所欲为 是吧 于是想用一种道筒 来属负 人们 或者说想让人们 有更多的自由 这两种说法 都是其来有志的 而且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 这两拨人 实际上 他们暗中 比如说 如果想用道筒 去属负谁 其实我觉得 至少就朱熹而言 我觉得他是 实际上是希望用这个东西来属服帝王的 这个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因为朱熹 虽然刚才 德勇 德勇兄也提到 他的那个世俗极筑 后来成为 那个科举的 那个 科举的那个 题库和标准答案 是吧 但是朱熹本人对科举有非常严厉的批评 是吧 他认为科举就是朝廷控制 知识分子 控制自立资源的这个办法 科举致使得大家都为了当官 而去 去搞这些文词之学 以至于上德之举不服建议 是吧 就是人们都去 那个应付朝廷的考试 就不去追求道德了 是吧 而且朱熹对 使得儒家 适应情志的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汉代的俗生通 是吧 是骂得很厉害的 是吧 说俗生通 把那个儒学给败坏了 俗生通宣扬那个 尊君悲臣之学 是吧 而且朱熹本人在 在那个仕途上也是很不顺利的嘛 是吧 大家也知道他曾经 那个那个那个 在那个庆元档案中被 被整得很惨 是吧 他也曾经讲过说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姚圣女汤文武周公之道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是吧 也就是说他当时对那个道统时序 他当时对那个道统时序的那个批判 其实我就 我觉得就他的 那个思想深处而言 实际上是想指向那个高层的 但是在当时的专制条件下 你是不能这样说的 所以你只能泛泛地说 人要 呃 接受道统的约束 那么王阳明 他王学 尤其是王门后学也是这样 他当时要说 那个人们要 更多的张扬个性 那么这个所谓的 更多的张扬个性 实际上也是针对社会上的人的 是吧 所以才有人皆可以为顺耀啊 之类的这个说法 但是你当时又不能明确地说 老百姓应该张扬个性 所以还是呃呃呃 还是讲呃呃 就是人要如何如何 但是在这个 停滞的这个约束之下 结果就导致后来这两种想法都各自走向了他们的反面 是吧 也就是说你想用道统来约束当权者 你是约束不了的 但这个道统反而成为当权者用来约束老百姓的工具 反过来讲 王学 希望人们要张扬个性 可是老百姓仍然是 啊 那个动辄得咎 啊 那个那个摇手促进 动辄得修 你越讲张扬个性 越上面的人就越是 那个那个为所欲为 越是 那个那个 大家知道明代的那种啊那种 皇上啊那种上层那种所谓的突破礼仪的那 那些事情就非常之多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包括东陵党人后来奋事祭俗的那些东西 当然也都是针对包括矿监碎死啊 包括后来的那个明末的所谓三大案啊和这个事情都有非常深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啊 如果因为制度问题不解决 所以你一讲要尊重道统 那么实际上就变成是统治者要老百姓尊重道统 他们自己其实是乱来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一讲要发扬个性 那统治者就发扬个性就为所欲为了 但是老百姓仍然是被绑得手脚死 喷死的 是吧 所以这个他们所痛感的这个社会弊病 按照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是解决不了的 是吧 那么这当然也是情治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今天去看无论是成竹还是陆亡 我们的确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弊病 他们当时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的那个倾向的 是吧 而且不管是那个 不管是朱熹在庆元档案中的遭遇 还是王阳明在所谓的那个农场贬敌中的那个遭遇 是吧 他们本身都是那个那个 因为得罪了当时的一些什么 是吧 当时的一些那个那个那个权贵 是吧 他们当时还是有一些批判资源 可以供我们去参考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仅仅思想史是不 是不足以找出这个社会的出路的 是吧 因为这个社会的出路还是要 还是要着眼于那个制度的改进 这是我一个简单的看法 好 谢谢秦老师 受教受教 谢谢 这个像两位老师报告 十分钟之前我们的直播室已经达到17万人 现在应该是接近20万人 秦老师提了问题 秦老师和我也和秦老师一样注意到了 这个秦老师这本书中的关于明清文化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一个叫王征的人 我原来知道王征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陕西的 是西安的 这个王征那么早和西方的传教师和李马逗和金尼格和邓一海 他们有联系 然后我觉得这个秦老师的一些判断非常的让我觉得 原来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因为王征的存在 陕西又一次进入了这个开放的这个格局之内 那么因为他的去世 陕西又退出了西学东建的这么一个浪潮 那么我知道这个秦老师 秦天佑老师对王征应该也有研究 也有关注 我还找出了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书 中华书局这个影印的影印的一本书 就这个书 这个在秦老师在这本书里也有提到 就是足本远西奇奇图说路罪和新智诸奇图说 都是王征在技术史上很有名的著作 在这个中西交流史上很有名的著作 这本书是根据扬州的一个课本影印的 这个 那么我现在就请这个新老师谈一谈 还有更精彩的版本 那个中华书局影印的吗 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 不知道 2005年影印定价980 那那么就欢迎替新老师谈一谈 王征这个人和他的书 来 不能谈我也没有研究 太偶然的吧 我买到这个书的一个产本 那个谈到这个问题 我读齐先生的书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我买到这个书的产本 这个版本是产的 应该跟你拿的中华数据影印本是一个 就那个应该是用这个做底本影印的 我这个是买到前 只有前两卷 前两卷 这个是续言 前面续言 然后只有前两卷 后两卷 后两卷 让这个我们线上的20万的朋友也都看看 一定是一样的 一样不 好像不太一样 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必须一样 不一样就不是一个版本了 它是阳洲科的 它阳洲科的就一定是这个 一样一样一样 我这里是破了 我这些地方是破了 好 稍微大家放松一下的 秦先生讲的也太深刻 太深刻大家放松一下的 我这本书买的很便宜 我本书呢 好多朋友对我后边的书感谢 就没有值钱的 这几本书是明版 这个书很珍贵 我是用100块钱买的一个产本 只有前两卷 我把它装丁以后 加上纸衬了 就是一本变成了三本了 就是都是纸 里边都是纸衬的 这个做法叫金香玉 白的这个就叫玉 原来下面就叫金 这个一般来说 下边万历以后的书是黄纸 但这个是白纸 就看不出金和玉的区别 其实就是下边黄 上边白就叫金香玉 用这方法把一本书 可以变成两本 我这个变成三本了 就这样的 就真厚了 里边是白纸 这个书呢 我还是谈一谈秦先生这个书的问题 我对这个书呢 不是对秦先生的研究 是对书的体力有一点想法 因为秦先生参加这个也是当时我的导师沈年海先生 张启之先生 他们还有郭奇 他们张罗的 这是在陕西特别特别大家尊重的前辈学者 秦卉先生给予巨大的支持 我带我去世的老师沈年海先生 也对秦先生要表示感谢 但是做这种工作呢 虽然我非常敬佩 秦卉先生做了 做出最大的努力 对他的区域特点区域特色 从正区设置的开始都尽量采述了 但本身呢 其中体制 我的理解主要他很难 把他看过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 秦卉先生做这一段 宋元明 特别是对元代以后 陕西色省之后 他的独立性就更强了 因为往前追溯 越追溯越麻烦 对前边他各个的地域的整体性 他们的历史发展当中的共同性 这问题就越来越难处理 但是如果没有玩贯的一个共同性 我们把它做一个独立的省区做通事 如果秦卉先生继续参与新本的写作 我是不赞成的 我知道秦卉先生这么专家新版的 我是不赞成的 各个省都在编通事 我是不太赞成这种形式的 那么回到这本书里来 我稍微盯正一下秦卉先生的一个小的书 这里涉及到对我看来 刚才我请教 代表这些听众 请教秦卉先生问题 核心观点是从我的作业出发 就是区域问题 从区域的角度看 不管是我前面提到的关中现象 它以土地关系为主的 形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 还是对关学 或者关学以后的后续影响 我还是做一个地域问题谈 那么从地域角度看 这种论书有很大的不足 这个不足 比如秦卉先生花了很大努力谈 他自己研究比较 工底集的比较多的农民起义问题 这部书里就谈到的川散 明代的川散起义问题 实际上这个区域就是 你今天湖北是一样核心的 包括了川散 还有湖北还有玉 川散处于四省交界地带 那么从我这个角度看 从我的学科角度看 它是中国历史整个区域格局中 一个重大变化 就是到了明代以后 由中国由北向南的开发 再转成由东向西的开发 其实最后全国非常奇怪的 实际的四省交界地带 是最后一个带开发区域 到清代甚至广东的流民 都进入这四省交界地带了 那么明代的川散起义 就成化正德年纪的川散起义 是这个整个大的流民趋势的一部分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就看出以陕西省区为单位 在叙述和剖析历史事件的时候 遇到的巨大障碍 没有办法 秦辉先生没有办法 完整的解析这一次 我们把它叫起义也好 叫流民暴动也好 这个暴动整个过程没有办法揭示 只能把它局限在川散起义 这个阶段之内的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谈这个问题上来看 这个王成的远兴突出 入罪上的问题呢 小小的技术 技术书我盯正一下的 这个书 就是这个版本 中华的版本和我这个都是一样 它是在扬州刻的 就是王成在扬州 这个做官期间 他最后定稿 定稿然后刻书这个人 就是扬州的 扬州府 辱学殉导五卫宗 对吧 五卫宗课本 这就是这个书的最早刻本 崇祯元年刻本 就是在天启七年 王成写定导以后 然后由他的属下 这个无意中把它刻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版科技术的问题 就是刚才秦辉先生提到的非常好 就是作为一种文化 我还是做区域文化的角度看 就是陕西在明清时期的文化发展 以书院设置为核心的民间文化发展 然后呢 技术体现形式 就是科书业 我做西安研究 做唐代长安城的研究 利用的重要文献就是长安制 长安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最早的科本 就是河阳的科本 陕西河阳科的 第二个科本 嘉靖科本也是在西安府科的 这两个版本科的 第一个版本明显的看着 陕西的刁板印刷技术和全国的主流地区 有很大差距 那么到嘉靖的科本就跟得很快了 跟得很好了 但即使这样 就是我讲的问题 还是需要陕西的全国发展的地位 要给这个评定 那么陈辉先生谈的这全国大的 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把王征的 他整个的学术行为 特别是和西学的接触 陈辉先生讲得非常好 讲到了 他主要在北京期间 还有北京附近地区 然后接触到了 尼玛洞啊 金丽阁啊 这些人 包括他翻译的邓玉涵 他们这些东西 所以把他译出来了 这个东西他在陕西是非常偶然的 就是他在北京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 很偶然的利用他个人这种交际 把他带到了陕西 但是非常孤立 在陕西缺乏的土壤和环境 实际上如果说不是这样 以陕西为本位写通史的话 就能更好的采述王征的学出贡献 局限的陕西作严点 没有办法清楚地采述他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种体力 给我们认识很多问题 造成一个困局 就关中本位和关中现象 这个非常好 这个是最容易有地方特色的 那么其他的现象很多 像王征这个事件 我觉得在明末清楚的中心文化交流 大背景下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那么在这个格局下 就没有办法写 机械人只能把它写到这里为止 就是这样的 回过来就是这个雕板玉刷的问题 这个雕板玉刷的方式和技术 这种新型的板壳字体 是万历年间出现的 这个时候陕西我总的感觉 就是相对来说 不如嘉靖年间和全国主流文化的距离 就跟主流文化拉得更远 就这个时期 我的印象里没有想到 陕西有什么像样的科书 就比如前边嘉靖时期 科列书 这时候陕西好像更远了 那清代当然也有科书 它整个来说和主流文化的距离 拉得越来越来越来越被甩在后边了 我就谈这么一点 好 谢谢那个星老师 我也说回王征 因为这个 在明清文化这一章中 星老师给了王征很大的篇幅 然后 陕老师在序中也说 说这个这两章 以后常有余力 再做弥补 那我也想知道 二十多年以后 对王征的地位 对王征这个人 秦老师又发现了什么史料 又有什么新的研究 就像刚才星老师讲的 把它放在更大的范围内 放在不是陕西 而是整个中西文化教育这个范围内 您现在又怎么 给我们讲述一下王征的故事呢 秦老师 很抱歉 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说 我只有请教德勇兄了 我实际上在写这本书以后 并没有再 在很多的关注王征 但是我写这个书的时候 的确像德勇兄讲的那样 因为是在陕西的那个范围内写 但王征接触西学 他做出这些贡献 乃至他这个书的刻印都不是在陕西的 而真正王征这个人在陕西的事 主要就是他死于李志成之 死于这个 如果用传统的说法叫李志成之乱吧 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农民起义 就是刚才有一位朋友已经说了 说是王征是一个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 但是他并不是死于所谓的传统文化对天主教的排斥 而是死在这么一次社会大动荡之中 我觉得王征 不太重视天主教 不太重视基督教这一回事 强调王征也主要是强调他的远西奇迹图说 强调他的自然科学的重视 实际上王征作为天主教徒 他和明代什么李志兆啊徐光奇啊这些人一样 对于这个中西文化 其实也有很多贡献 而且他那个搞那个什么 我们今天称之为汉语聘音的那一套东西吧 就是什么西儒尔木之啊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 其实可开拓的东西还是很多了 那么假如以后我们仍然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像这个像德勇兄请教 是吧就是把他做进一步的开拓 而且的确是像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不必把他太多的和这个陕西省 这个地理范围相联系 是吧因为刚才他讲到的那个川山楚 是吧或者说另外一种说法叫秦巴老林嘛 是吧秦巴老林和京湘老林 是吧这个是 这个是本身他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 或者说是那个社会单元 但是他和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政区是 完全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是吧但是你这个的确是像德勇兄讲的那样 作为那个地区通史当然也就只能这样写了 好 意见提的很好 再次报告两位老师现在已经20多万了 现在直播间里的这个读者朋友已经有20多万了 那我现在在深圳 我得利用这个机会 请两位老师谈一谈深圳 因为深圳今年是建特区40周年 深圳也一直 我们谈深圳文化的时候经常和西安 经常和西安比 大家就是拿西安来压深圳 就说西安有这个文化 即便然后大唐什么什么 然后深圳什么文化也没有 然后我们要向西安学习 但有一次呢葛建雄老师在深圳 就严厉的驳斥了这种观点 说你们老说西安是大唐文化中心 西安现在还有唐代文化吗 西安那些唐代文化早已经给拆掉了呀 现在除了大眼塔 说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唐代文化 说即使是唐代西安也不是中心 那么深圳 那么我当然他也是在激励我们深圳 深圳这个地方 他有新的文化诞生的这种土壤 可以这个有一条新的路子发展城市文化 两位老师都多次来过深圳 先提新老师 新老师您谈谈对深圳的看法感想 或者不愉快 我没有时刻谈我这么多年了 去年才去深圳 在去年很幸运 有了第一次还连续去了第二次 今年如果顺利的话 月底我想去第三次 我希望能顺利成行吧 我对深圳的印象 如果说和我青年时代 最好的年华 在西安度过的年华 比较起来 和那个城市比较起来 是完全不同类型的 朝气蓬勃的一个 充满新的气象的城市 但我没有特别深刻的感觉 就表面上的感觉 跟人接触 人们的精神状态 是充满了一副朝气蓬勃的感觉 那么西安这个城市 或者说陕西这个地方 好的地方我非常喜欢的 代表着传统的农业社会 那种淳朴的民风 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这个社会 必须需要向前走 包括我们大家 从事的文化 我自己虽然研究 中国历史文化 热爱中国历史文化 但是中国社会 必须向前走 那么我在深圳 一般进去接触吧 我感受到这种 面将未来的这种 朝气蓬勃的气势 包括的文化 包括街头的一些雕塑 这些感觉 感觉非常深 还有吃得好 吃得好 我到深圳 我吃的 我喜欢 我喜欢吃西餐 我喜欢喝白葡萄酒 我也喜欢吃日本料理 但上次到深圳去 我很感谢深圳上述八的朋友 上十八的朋友 给我很好的招待 第二次去深圳博物馆的朋友 给我很好的招待 都让我非常尽兴地 品尝了西餐 喝到了西洋的酒 我感觉非常好 这一点呢 让我感受到 人们面前未来的一个生活态度 我感觉非常肤浅 而且很多 很多是 截止的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吃那个 吃的感觉非常好 就讲到那里 这个十月底 或者十二月出来 甚至我们继续好好接待 好的 秦老师 秦老师也来过 甚至恩赐了 这个 你结合深圳和西安 结合一些议论 你也谈一谈 我觉得 当然我这写的是 那个宋元明了 但实际上 如果你要讲到汉唐雄风 什么这些 这个我觉得当然是 德永兄是最有资格谈 我是 也没写这个 不过我就觉得 就是 即使我们现在要谈汉唐雄风 他当然那个 非常雄伟 是吧 那个城市也很大 什么什么 不过 汉唐雄风 这个官 这个 尤其是唐代 这个文明虽然是 也是很辉煌 但它毕竟是一种 中世纪的农业文明 是吧 像那个 我的 我的感觉啊 是那个 唐长安是雄伟有余 繁华是 其实老实说 是不怎么谈的 不怎么谈得上的 是吧 因为那个 那个 唐长安一直是仿世制 仿世制的城市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 那其实是一个很肃杀的 是吧 那个 虽然到了晚唐 好像是有 有所改观 但是实际上 人们 谈到唐安做生意的 就是东西二世 那么很小的一个地方 是吧 既没有夜市 也没有什么 而且 而且 唐长安出现了个 所谓的贵坊 后来被认为 是什么 中国最早的金融事业 最早的什么银行 其实那个所谓的贵坊 就是因为东西二世造成的一个 做生意不方便 产生的一个问题 是吧 因为 长安城那么大 只有这两个地方 可以做生意 那么做生意以后 白天收的钱 那个晚上就要离开 然后第二天再进去 那带了那么多的钱 不方便 就要有个保管钱的地方 于是就有所谓的贵坊了 那个贵坊 其实根本就不是存钱 可以用来花的 他那个存的钱 也不能拿来周转的 是吧 所以他实际上是个货币保管箱 你存进去 不但不能有利息 因为他钱不能周转 他就不能生利嘛 你还要交保管费的 是吧 一到宋代 这个仿市制取消了 变成揭市制了 仿市 那个贵坊也就自然没有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两种 当然他的博大 他的那个雄伟 值得我们骄傲 但是 靠这个东西 当然是没有办法 实现现代化 那么如果你要说深圳 深圳除了 他在改革开放以后 很多新的东西以外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 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 我们现在印象中的 那个静谷的那个宗族啊 那种什么家谱啊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实际上老实说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园里头 描写的那种 就是那种民间宗族的那种 那种东西 我觉得在深圳要比在关中 要更活跃 是吧 这个别的不说 你即使在香港 这种东西都保留着很多 是吧 我们知道香港本来就是属于深圳的嘛 当时都是保安县嘛 是吧 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深圳就是保安县嘛 当时香港也是 尤其是新界 新界是属于保安县的嘛 现在 香港那个保安县 那个 一些传统的农村 什么这个围 那个围之类的 保存的还是很完整啊 是吧 很多地方都有池塘 都有家谱 都有竹田都有竹庙共产 而且英国 就是英国人来了以后 这些东西也没有给破坏掉 是吧 反而在英国时期 那个 新界还是实行大清律的 是吧 这个和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英国人带来的 现代化的那套东西 一直是共存的 是吧 那么包括深圳 那个 当然深圳这个藤市里头 当然肯定是没有 但是广东珠山脚地区 像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 这些 这些东西 是吧 其实保留的还是挺多的 是吧 我们当然不能说 那个那个长安保留的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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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 是吧 但是长安的东西 跟那边是 不一样的 是吧 我觉得长安的 长安的传统啊 更多的还是一种 秦制的传统 而秦制跟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的这东西 老实说是有 是有很大的区别 甚至是有很大的矛盾的 是吧 因为秦制它就是不允许民间社会的 那种 就包括我们讲的那种 宗族这种东西 秦制都是不允许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讲传统 那么也只能说南方 我这里当然不是只是讲深圳了 是吧 南方和 陕西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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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各有传统 应该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 不同的组成部分 好的 好的 谢谢秦老师 现在是八点半 直播间的人数 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人 现在就向我们二十五万的读者开放 当然了 不可能每个人都提问题 我现在已经陆续收到一些问题 我希望两位老师回答 以下的问题就简短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回答更多的读者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很大 我觉得简单的看看老师怎么回答 请问老师是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的 断代史 怎么看待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断代史 秦辉先生谈 秦辉先生谈 我现在两位老师就不用一一的回答了 你一个老师回答一个问题 主要都秦辉先生谈 我原来有问题问题的 我是课套表 今天课套表任务结束了 因为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 我本人 你和第一个有联系 我把他一块说了 第二个问题是老师如何看待区域和整体的关系 很多历史研究会关注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 我们能希望某个区域呈现出的特点 可以代表社会整体的特征吗 或者说该如何理解区域的特殊性 极其所谓的代表性 这个刚才秦辉先生也提到 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 有一点像 一个时间上的一段断代 一个是地域 我本人应该说 从做学问的 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不是读断代史的 是读专史的 土地制度史 农民战争史 当时都是属于专史 所以 应该说 我很早就觉得 这个断代史 当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长处了 因为二十四史就是断代史 除了史记以外 那个史记以下的各个史 其实都是断代史 中国的断代史很发达 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但是断代史的确是 它容易产生一个 容易 就是容易 使人不太有一种 那个长时段的那种贯通 就是司马迁讲的那种 所谓的通古今之变 这个断代史研究 是有 在这方面是有些不足的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吧 我觉得 我从读研究生的时代开始 就经常看到说某个朝代 写某个朝代断代史的人说 我们这个朝代的妇女地位很高 那个那个 妇女改嫁是很普遍的 什么什么等等 不符合礼教的情况很多 说可见这个我们这个朝代 妇女的地位是最高的 但是你到另外一个断代史中 也有一些人写的东西 搞了搞去后 你搞不清楚 到底哪个时代 妇女的地位是很高 到底哪个时代的那个 那个所有的妇女 都是遵循礼教的 对吧 我觉得大概没有哪个时代 所有的妇女都遵循礼教 对吧 但是因为写这种文章的人 大部分都是搞断代史的 他们就拿一个断代 来说事 其他断代有没有这一类的现象 其实他们不太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 所谓的皇权的不断加剧问题 是吧 就是每一个朝代几乎都说 这个皇上采取了某种措施 就是就是加强了中央集权 从汉武帝时代 那个那个用内朝代替外朝 就算起 是吧 一直到那个清代的内阁 而不是一直到那个明代的内阁 清代的军机处 都是不断地用内朝取代外朝 然后每一个断代的人都说 用这个办法就解决了皇权 以项权的矛盾 解决了什么什么 实际上这个问题 后来又不断地再重新出现 是吧 你就像那个明清史就讲 说那个一条编法 贪定入母 从此以后就 除了那个土地税以外 别的负担就没有了 可是我们知道 甚至一直到2005年中国税费改革之前 农村还是有摇曳的 大家不知道听说没有 是吧 我们的那个税费改革以前 那个一般的农民除了交那个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农业税三提五统之外 还要每年还要为国家 那个那个那个 干活 是吧 干两种活 一种叫做 义务工 一种叫做劳动积累工 是吧 所谓义务工就是给国家干的 所谓劳动积累工就是给集体干的 是吧 我们像每一个朝代几乎都说 他采取了某种措施 就把姚义给取消了 就把他用那个货币 或者用什么来取代了 但是大家知道 汉代就有 就有所谓的庚负嘛 是吧 就明代又有 不是 汉代就有所谓的庚负 是吧 王安石变法又有所谓的免疫前 是吧 然后到了那个明初 就又有钉银 这都是说要把利益给废除 是吧 然后农民只要交钱就行了 不用去干活了 但是实际上 朝廷一旦有什么事 还是要拿农民去干活的 是吧 这个事情一直到 一直到税费改革的时候 才 才废除了那个所谓的 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是吧 但是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每个人只看一个断代 那就往往就认为 你看采取了某种措施 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断代史 当然中国理论上讲 除了断代史以外 也还有专史 这个传统 是吧 就是但是不管专史 还是断代史 他都要不断地进步 不过我这里要有一个 我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史学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标志 我觉得还不是在那个体力上 什么断代啊 什么转史啊 甚至甚至那个什么有人说要引进计量史学啊 要有更多的图表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重要的 最大的就是使得中国的史学 还是传统史学 而不是 而不是近现代史学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从史迹以后 就是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 这里讲的当代人不修当代史 不是说当代人就没有修当代史 而是说当代人修的当代史 是不可信的 是吧 当代人修不出信史来 是吧 每一朝的皇帝其实都有史官 每一朝的皇帝 每一朝都有人在修史 但是一到下一个朝代 往往就被认为 是吧 这些东西都是不行的 然后有下一个朝代的人在修上个朝代的史 是吧 因为你在这个朝代你修史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顾忌嘛 是吧 如了司马天 谁敢说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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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朝高祖是出身亡赖啊 是吧 出身无赖啊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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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历朝历代的人都不敢这样 是吧 而 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 是吧 所有的 现代史学的一个特征 就是当代人敢于写当代史 而且这个当代史还是可信的当代史 是吧 比如说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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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越战才 75年才结束 但是80年代就有 就有多卷本的越战史的著作就出来 是吧 那么中国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现象 中国老是当代人修理当代史 一到下一代就会被撩在一边 是吧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史学的现代化是始终就没办法完成 好的 好的 谢谢秦老师 现在问题太多哈 这个有一些特别特别专业的 呃 我只好委屈 那个提这个专业问题的读者朋友了 因为太专业哈 我都快念不成个好了 这个这个 就是 就是 呃 辅兵制 募兵制和香兵制 谁是更适合北宋的军制 啊 我觉得太专业了 然后就不麻烦老师回答了 然后现在我选几个 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 一个就是说 呃 这位同学说 秦老师可否谈一谈 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历史文化上的差异 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和共同点 这个能不能简单 这个我觉得让德永兄谈最好了 德永兄 我谈不了 我这个没有能力谈 我简单说两句吧 这个问题城市我没有能力谈 首先两个城市的文化是什么 我都没办法谈 比如说比较近的时代 像隋唐的东西两经 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 这离得很近的 我都没有办法比 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放大一点谈 就是两个城市所依托的地理环境的差别 就是西安这个城市依托的地理环境 相对来说就文化而言 它脱离开了主要的文化区域 不管是秦汉还是唐 其实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东部地区 这个东部地区可以简单的用韩国关来区分开来 关东和关西 关西地区总的来说是文化落后的 从秦从西州到秦在全国都是落后的 更发达的是东部地区 在唐代以前或者一直到北宋以前 是华北平原上这个地区更发达 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区更发达 包括一部分山西 山西近西南地区这些是发达地区 但是关中地区是落后的 那么至于关中地区城市文化的东西 是都城的强制的力量 把一些关东地区的文化发达人士 集中到这里来的 或者都城建立之后 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才生的 所以秦汉先生研究这个时期 一旦都城离开 宋元明清之后 他的文化永远脱离开主流了 他因为这个地区本身他不行 造成了层次的文化就没有办法比 那么对比来说 不管是东汉的洛阳 还是隋唐的东京 他相对来说更接近文化发达区域的核心 他的文化整个来说 这是非常泛泛地说 应该比长安城里更具备发展文化的土壤 这只能非常泛泛地简单说的两句 好 谢谢秦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问秦老师 秦老师可否谈谈经朝对陕西的影响 以及宋以后陕西人的一下官 他说宋猛战争中陕西主动投降的很多 这与官学是不是相悖 秦老师 宋猛战争中陕西的主动投降的人很多 这个因为宋猛战争其实在陕南 那个不是主战场了 到时金猛战争中陕西还是一个关中啊陕北啊 都是主战场 但是我的印象包括我这本书描写的 其实老实说在金灭猛的整个 不在猛灭金的整个过程中 陕西的抵抗算是很厉害的 是吧 那个包括后来金军主力最后在那个河南的三丰山被消灭 但是这个所谓的金军主力 其实都是从陕西撤下来的 在那个蒙古人打进陕西 就是无论是关中还是陕北 当时都属于金的了 是吧 那么那个在延安啊在凤翔啊 这些地方都是打得非常艰苦 那么我觉得如果要说投降蒙古 当时全国投降的都很多 是吧 陕西应该不算是最多的吧 那个最早为蒙古做先锋的 那大量的都是要么就是 像那个汪氏家族一样在甘肃的 要么就是在河北那一带的 陕西反而是比较少 这一点倒是可以研究 就是关中和陕北的这些人啊 他们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那么这些汉族人为了金朝而 就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抵抗蒙古人 是吧 那么他们的对这个民族矛盾的这个 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倒觉得除了所谓的儒家所官学讲的那个所谓的 中于朝廷的那种那那种东西以外 我觉得还是一种 那个农业文明中人对那个当时的游牧的那个满族 而蒙古族人那种那种比较血腥 比较野蛮的那种做法的一种抵抗 我觉得把它上升成为非常上纲上线的说 它与什么钢堂有多大的关系 其实很难说的 你要说宋朝的军民抵抗抵抗那个女真啊 抵抗蒙古啊 那是有仪下之别 那是有那个中国传统的这种 这种这种所谓仪下官的那个作用 还比较容易说得过去 但是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 当时是在经朝的统治之下 那么这些人抵抗蒙古族 你不能说他们 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 当然那个像完颜 那个完颜何达这些人是 是生与真人了 但是有些人像那个完颜众元 完颜众元是完颜是赤姓嘛 他也是汉族人 那大量的那个抗蒙将领都是汉族人 那么汉族人站在经朝的 立场上对抗蒙古族人 你就很难说是仪下之变 因为那个金朝他也 女真人他也不是汉族人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种农业文明 对对付那个对那个游牧 那个游牧民族的这种一种抵抗吧 好谢谢秦老师 下一个问题请教新老师 他说这个新老师您提到 王征的西学交流贡献 在陕西是孤立 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虚光起在上海 您如何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比较两人 在自己的家乡所面临的不同结构 秦老师 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对徐光起也没有研究 所以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把时间留给秦辉先生回答其他问题 好现在这个报告两位老师 现在已经是26万人了 现在已经26万人了 有一个老师 有一个问题就问秦老师 说谈谈汉代的西陵制度 对关中地区的阶级发展 是否有促进作用 嗯 什么 汉代的迁徙陵墓西陵制度 他指那个迁徙这个服务 设立陵线 迁徙服务设立陵线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应该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请教德永兄了 因为我这么多讲的是庆元明 这个临线制度 我觉得应该是德永兄比较适合回答 我不关心这么紧 那个 这个袁明清 宋元明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我来简单说两句 我来简单说两句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 就是民众的和土地关系 这个问题一向没有关注 那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感觉 就是汉代的时候 设置零线制度 把关东的户户牵过来 这个汉书里实际都有明确记载的 就是强盖弱资 就是增强都城的实力 但是起点原因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关东地区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 这全国都是落后的 这些零线设置 它设置被迁来的人 都是关东地区最富庶地区的 最富庶的富户迁过来了 它们同时代表着经济文化 经济文化两个层面 把这些人口的切入 我们从简单的一时效果看 对关东地区 仅仅靠关东地区 肯定是增强了它的经济实力 和文化发达的程度 但是就全国而言 它其实抑制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 本来这些人应该在关东地区 是正常发展的 靠国家的强力把它迁徙过来 一时看起来 对都城经济和文化繁荣 都起了作用的 但如果放在全国看 我们必须设想 如果不前来会怎么样 如果不前来 在我看来 全国的经济应该发展的更好 我就是这样看 好 谢谢欣老师 还有个问题问秦老师 秦老师 我觉得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是有点 有现实性 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 请问秦老师 如何看待西贤一体化背后的阻力 陕西的发展的背后的思想阻碍 是什么 这个西贤一体化 这个也不光是西贤了 中国现在搞那个什么唐珠谈一体化 政变一体化 什么什么 唐三角城市群 甚至连新疆都在搞什么乌昌一体化 我觉得这个就不光是个陕西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也 也还没有到可以尘埃落定的能够能够谈的那个程度吧 所以 好 陈老师下面一个问题可以谈 老师可以谈一谈有关农民心态史的研究吗 农民心态史 他想请教农民心态史的研究 农民心态史 好像现在还没有这么一门学问吧 因为农民的心态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讨论的话 近代可能比较好办 因为可以做访谈 可以做什么 但是如果是在古代 这个研究古代的心态也好 这个思想也好 它主要是靠文字 而真正能够反映农民的是很少了 在这方面我觉得那个葛兆光先生 他可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专门注意的就是那个 什么宝卷啊 什么民间信仰啊 什么那些 那些什么城隍庙啊 反正就是这些 相处信仰的这些东西 他搞得比较多 但是 这个能不能叫做心态史 恐怕也还很难说吧 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讲分析心态 其实主要就我所涉及的范围 其实主要还是涉及到 那个明清之代 尤其是清代那几本观中的农书 什么修齐直指啊 什么兵风广义啊 什么那个叫做 那个杨秀元的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反正那个 尤其是清代 那个山西和陕西的那些 我们用今天的说法叫种田大户吧 是吧 用过去的说法叫做 叫做平民地主 是吧 他们都留下了一些 留下了一些谈那个经营之道 谈那些怎么经营农业 怎么怎么 包括为人处事 这些东西可能算是一些 一些心态吧 是吧 那么这些在我的那个 田园事与狂想曲里头 略有涉及 我在这本书里头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 没有什么涉及的 好的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已经是8点54号 已经26万人 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秦老师 关中地区不如敏越 宗族势力强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土刻矛盾 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 德勇兄有什么要讲的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秦治本身是 压抑这个东西的 是吧 因为从秦始皇 就我刚才已经讲过嘛 从商鞅变化以来 他就是要摧毁这个东西 他就是要用那个 要用那个编户齐民之制 来取代那种 那个编户齐民之制 来取代那种 草根式的那种 小共同体的凝聚力 是吧 这个东西 它是一直是 而且也不光是秦了 包括 那个 所谓孝文帝改革 那个什么 被宗主 立三掌 是吧 那个 明代清代都搞过 所谓的毁池 追捕 是吧 就是那个 认为四家大族 影响朝廷的统治 然后把那个 池塘给毁了 把那个家土给废掉 是吧 像这样的事 一直都搞的 所以 即使是在 敏越地区 他那个宗主 也不是从古到今 都很发达的 他发达也还是 很晚尽的事 所以我经常想啊 我们不能把 想当然的 说那个 儒家 他是强调孝道的 他是强调 那个不分家的 因此 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种东西 都是比较晚尽的 观众 那个 民国年间的 那个土地调查 我觉得最有 最有根据这样说 因为民国年间 南方很多地区 竹田 庙田 公田 占的比重都很大 但是华北普遍都是 找不到这种东西的 是吧 包括那个民国年间 像梁寿敏先生呢 李景翰先生呢 是吧 他们在什么奏平啊 什么定线的 这些地方搞的调查 其实都是这样 我在陕西搞的调查 也有这样的现象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和 秦治本身有关的 所以我们以前 对那个 中国传统的一些 说法 我觉得有必要去分析 是吧 有必 就是老实说 那个 那个 什么 就是这个家族啊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是 朝廷要 是大力推广的 是吧 朝廷大力推广的时候 往往是 这些家族并不实行的时候 比如说 朝廷表彰了什么 九代同堂 十四世不分家 什么一门之家 是吧 那么他们表彰的很厉害的时候 实际上社会上普遍是 所谓的五口百母之家 是吧 真正一旦出现 社会上真的一旦出现 到处都是那种 大家族的时候 朝廷就要 就要 就要 就要压抑这种现象了 是吧 就所谓的那个 百石和户 千钉 共击 是吧 历代的朝廷 都是要打击的 好 谢谢秦教师 报告最新数据 现在是27万人 现在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这个今天我们27万人 围绕这一本书 上了一堂历史大课 28万人 最新数字28万人 28万人 这个算不算 秦教师 你这个从现场到 线上虚拟的上课人数 最多的一次 28万 这个我真是很惭愧 因为我这本书 也不是现在写的 那个 那个几十年前写的 但是你现在写的 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关心 我真的是也没有想到 这也得感谢 感谢洪霞兄 感谢 把大家的追随转移到这个 秦教师新写的序上来 我在将要结束的时候 非常想给大家念一段 秦教师这个序文中的话 秦教师是这么说的 当年写五代以后的陕西史 常想起刘雨昕的诗句 王晋楼船下义舟 金陵王器 黯然收 其实金陵六朝 五后 五后有五 孙氏随王 王器尚再也 随以后 六朝金粉 化为寒烟摔草 王谢唐贤 便作寻常伟相 后人 黯然之叹 更甚 然 六朝锦偏安 金陵二度为一统之都 皆在其后 随帝气之疏乎 更甚王器 而没了帝王器的江南 才真正掀开了 精彩篇章 请看今日之长三角 彼之六朝后江南 宋元明陕西 就此翻过帝都一夜 长安王器 才真是黯然收了 但建制江南 陕西 应该也有真正精彩的